今天和大家分享DIY麵箱 材料包括 我是大店主Vivian 請大家Like、Comment、Share 這條片 我們開始 準備一個電子磅 還有兩個燒杯 先用酒精消毒好 今天會用到山茶花油 可以防止皮膚水份流失 改善粗糙敏感膚質抗氧化抗衰老 倒入8g 接著就是適合各種膚質用的黃金可可巴油 可以保濕滋潤修護皮膚 還會在皮膚形成一層天然保護膜 4g 簡易乳化劑2.5g 用的是清爽型 油的部分混合好 放在一邊備用 就可以準備另一個燒杯 來放水上的部分 首先放on基酸保濕劑 保濕皮膚保持皮膚光滑 各種膚質都適用 好像一粒粒鹽一樣 我們用0.02g 就夠 有機玫瑰花水 可以提升皮膚水份 減少皺紋霞脂 增加皮膚彈性 用30g 小黃瓜水取液 可以保濕皮膚 美白任何膚質都適用 請量入4g 搖勻備用 你面前應該有兩杯材料 請檢查是否正確 畫面左邊是油上 右邊是水上 將水上倒入油上 分量到3次 先倒入部分 然後攪拌攪拌攪拌 然後再倒入餘下的部分 繼續攪拌攪拌攪拌 將以上的材料充分混合 如果覺得累 都可以用電子攪拌棒 加快速度 magic moment 面霜盛影 攪拌到這個結度就差不多 泰水或者太結都不適合 然後可以添加其他功能性的原材料 維他命衣油 天然來源滋潤保濕力一流 用量0.5-5% 請量入1g 葡萄有脂水取液 純天然來源不含酒精 不刺激0.3g 可以添加丁油 加強功效 增添香氣 因為會用到非常溫和的 羅馬羊金谷丁油 落12滴 可以強化皮膚 玫瑰草精油 可以滋潤和恢復皮膚的活力 再次充分的混合 加拌 然後準備一個已經消毒好的乾淨容器 把面霜全部倒入 環保一點 重用面霜瓶都可以 記得要清潔消毒 歡迎大家和我分享你的成品 如果製作上遇到任何困難 請在留言留言 我會盡取的能力解答大家 時間的關係已經完成了 馬上試用給大家看看效果 除色亮涂抹在皮膚 你會發現很容易推開 亦都很容易吸收 質地薄濕 滋潤得來又不黏 適合每天早晚使用 尤其是現在這些秋冬天氣 就非常適合了 我們看看使用前和使用後的效果 左邊明顯膚色亮白了 水分亦都提升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